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阿三结婚的时候,女方要了二十万元的彩礼钱 但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陪嫁的时候,女方家却只陪嫁了一床被子 阿三当场恼羞成怒,表示不可接受 新婚之夜,夫妻俩闹得不可开交 还差点打起来了 阿三一怒之下,抱着被子和床单就要往地上扔 结果掀开被子,却看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盒子 当时她很是好奇 打开一看,瞬间傻眼了,哭得像个泪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女主人公名叫阿莲 南方人,今年二十五岁了 长得很漂亮,大眼睛,高鼻梁,细长腿 笑起来还有个浅浅的酒窝 特别迷人 阿莲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很孝顺 村里的邻居常常夸赞她是个好姑娘 谁以后娶了她是谁的福气 阿莲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家里却特别的穷 她有两个哥哥 阿莲的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所以阿莲父母对她一直是疼爱有加 家里经常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会第一个先给她 阿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但是她并不因为父母的宠爱而变坏 阿莲一直都很懂事 而且读书成绩也很优秀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 每次考试她都是班级的前三名 初中的时候 阿莲学习成绩依然很优秀 初三的期末考试 阿莲还以全年级第三的好成绩 考上了重点高中 可是父母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她的两个哥哥也要上大学了 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实在是负担不起供应三个孩子读书 没办法 阿莲为了哥哥能完成大学梦 她就主动跟父母商量辍学 为了这件事情 阿莲的父亲非常愧疚 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个晚上 因为父母都清楚阿莲的性格 她一旦决定好 就不会轻易被改变的 所以父母也没有继续劝说阿莲 就这样阿莲辍学以后 就一直帮父母放牛喂猪 日复一日在家帮衬干农活 转眼阿莲到了十八岁 办下来身份证后 就跟着大表哥到沿海打工去了 阿莲第一次看到跟农村比起来 截然不同的花花世界 她脑子里满怀少女梦 希望能有个立足的地方 就这样 阿莲很快就来了一个电子厂 由于阿莲聪明好学 很快就适应了工作 那时候阿莲的工资 一个月能有两千八百多块钱 她念着父母在家操劳 于是每月只留一点生活费 剩余的钱都寄给了老家 给父母补贴家用 而她的两个哥哥上了大四以后 学习成绩一点都不好 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倒数 父母也很无奈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六年 阿莲已经二十五岁了 在农村这个年龄 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于是阿莲的父母就催促 让她从沿海回来 张罗起阿莲结婚的事 经过媒婆的介绍 阿莲见过了好几个男孩 一直没有打动她的 男孩们不是胖的就是黑的 要么就是年纪太大了 直到最后 阿莲相中了一个男孩 名叫阿三 阿三住在阿莲隔壁村 和她家相隔不远 今年二十七岁 她长得眉清目秀 皮肤白嫩 高鼻梁 再加上一米八的个头 看上去帅气十足 这个阿三不仅人长得帅 而且说话也很幽默 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业务主管 家庭条件还算过得去 两人见面以后 聊的是热火朝天 由于阿三人帅嘴甜 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两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最终决定结婚 阿三便给阿莲拿了二十万元的彩礼 想着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阿三就将自己家的房子重新翻新一下 再买一个代步车 在当初农村的形势下 这样的要求只能算是中等 于是阿三和父母一商量 父母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然而这边的阿莲 也满心欢喜地等着阿三娶自己 转眼过去了半年 阿三将家里的房子收拾好 车也买了 双方约定好了婚期 两个人在县城最大的酒店结婚了 婚礼那天刚好是星期天 来的亲朋好友特别多 办得很热闹 这时两家人的亲戚都来到了婚礼现场 可有一件事情 却让整个婚礼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就是当司仪念叨女方嫁妆的时候 居然发现只有一些日用品和一床被子 并没有提纳二十万元彩礼的事 意思就是说 女方家没有将这二十万元的彩礼钱给拿回来 这让阿三一家很是诧异 并表示不理解 其实在农村 这样的事也很常见 特别是女方家 还有弟弟或者哥哥没有结婚的 这彩礼十有八九都要不回来了 相当于奉献给女方家了 阿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这其中的一个 在婚宴上 阿三就有些闹情绪 他便多喝了几杯 喝过酒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这人啊 不喝酒还好 有时候 这一喝酒 就没有了轻重 等客人都走完了以后 阿三他们也回了家 阿三就将阿连撂在一边 自己却和父母说了一下午的话 阿连自己在婚房里很是尴尬 阿连只好一直在房间静静坐着 一直等到了晚上 阿三才满身酒气回到婚房 朋友们 你们觉得阿三的做法对吗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 酒汉逢干与他相遇 故知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新婚之夜 是人生很重要的时刻 是所有人心中美好的憧憬 可是阿三和阿连的新婚之夜 却因为彩礼的事 吵得不可开交 还差点打起来了 阿三当时 就非常埋怨阿连的父母 当初的彩礼 一分钱都没有带过来 搞得婚礼现场 弄得这么丢人 而阿连却维护着自己的父母 阿连说 老公 我的父母辛辛苦苦将我养大 他们容易吗 就算二十万元彩礼不退给你 你也不至于这样 毕竟这是新婚之夜 再说了 没有父母 就没有我的今天 难道那些钱 还抵不了父母 对我的养育之恩呢 现在 我已经嫁到你们家了 人都已经是你们的了 你却为了这点钱 在我们新婚之夜跟我吵架 还要动手打人 你太过分了 面对阿连的质问 阿三低着头 始终不吭声 他也明白 在农村结婚没钱 实在是太难 很多邻居几十岁了 还是个单身汉 所以阿三也不敢 对阿连太过分了 可是自己又实在 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阿三就借着酒禁 抓起被子 就要往地上扔 可是当他掀开被子的时候 却发现被子里 有个四四方方的木盒子 阿三当时很是好奇 他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居然是一张银行卡 还有一张小纸条 原来纸条是阿连的父亲写的 纸条上写着 女儿 父亲一直感觉对不住你 本来你是可以念大学的 可那时候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没能完成你的大学梦 父亲很愧疚 记得八岁那年 你跟父亲说过 你的梦想是好好学习 以后考上大学 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父亲没能如你所愿 为了你退学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所以你的二十万元彩礼钱 我一分都不要 另外我跟你母亲商量以后 又把家里仅有的积蓄六万块钱 全部存在这张卡里了 加起来是二十六万 全部都留给你 密码是你生日 阿三是个好孩子 你以后要好好对他 夫妻俩以后要幸福地过日子 不要吵架 其实我跟你母亲当初是有苦衷的 本来想将这个钱当众交给你的 可是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坚决不同意 他们俩想着分这个钱盖房子 所以我把这个卡放到了这个被子里 父母没有别的要求 你们能过的幸福 就是我们俩最大的心愿 看到这里时 阿三瞬间傻眼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能遇到这么好的岳父母 他也从未想过 阿莲的父母竟然会这样做 阿三一把抱住阿莲 哭得像个泪人 其实每个做父母的人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 不管是男孩也好 女儿也罢 都不愿意让孩子受苦受罪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今天吃饭的时候 小姑子突然哭着出现 我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扑进我老公成飞羽的怀里 哥 我该怎么办 永哥不要我了 呜呜 老公轻轻拍着他的背 柔声说道 英子 他不要你哥要你 我的家永远都是你的港湾 小姑子紧紧抱住 承飞羽的腰 埋在他怀里小声说道 可是哥 我不甘心 我老公温柔地说道 你放心 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一直都知道 他们关系很好 但女人的第六感 总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甩甩头 赶紧给他倒了一杯热牛奶 英子 先喝杯牛奶暖暖味 两人都愣了一下 似乎才发现 我还在这里 小姑子抹了一把眼泪 强忍着泪水 梨花带雨地说道 谢谢嫂子 没事 现在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我跟飞羽能帮的都会帮 英子喝了一口牛奶 悠悠说道 我不小心流产了 医生说我以后很难再怀孕 勇哥听说后 就要跟我离婚 我摸摸肚子 刚想安慰他 旁边的老公 一拳狠狠砸在餐桌上 他的手瞬间有血液渗出 桌上的饭菜 弄得到处都是 老子现在就去揍那小子一顿 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怎么能让他欺负了去 我吓得连连后退 他这凶狠模样 我从未见过 英子一把握住他的手 哥哥 你怎么能伤害自己 我会自责的 我皱皱眉 看了他们一眼 去客厅把急救箱拿来出来 小姑子拉住老公的手 哥哥 我给你处理一下 程飞羽乖乖地坐在沙发上 满眼怜惜地看着小姑子 我看着满地的狼藉 扶着六个月的肚子开始收拾 一个手破了 一个小月子 我能怎么办 等我收拾干净 客厅已经没人了 担心他们出事 大声喊 老公 英子 没有人回答我 我拨通老公的电话 铃声从卧室响了起来 赶紧打开门 发现两人正躺在我们的床上休息 那是我跟老公的昏床呀 小姑子跟老公躺在上面 顿时感觉隔应的慌 程飞羽紧紧搂着英子 脸上全是心疼 轻轻拍着他的背 对着我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我脑子有瞬间的空白 关系再好 也不至于抱在一起睡吧 程飞羽看我脸色不好 慢慢从床上下来 他轻轻关上门 拉着我往外面走去 南南 英子只有我一个哥哥 现在没了孩子 他老公还想跟他离婚 你会让着他的 是吗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肚子里还有孩子 不能生气 我甩开他的手 冷冷问道 他真的是你亲妹妹吗 男女七岁不同席 你连这点分寸都没有吗 程飞羽无奈地看着我 南南 我们从小关系就很好 你思想别那么龌龊好吗 这个男人 我们相识五年 相爱三年 突然感觉好陌生 程飞羽叹了口气 英子现在特殊情况 你就不能忍一下吗 我是一个好丈夫 就不能当一个好哥哥吗 我冷笑出声 他这样的 算什么好丈夫 你就不想当个好爸爸吗 请你们注意好分寸 要是让我生气 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不测 你们俩就是罪人 程飞羽低头思考半赏 小声说道 南南 你能不能回娘家几天 等英子情绪好点了再回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孕妇本来就容易心烦气乱 他说的这些 我根本忍不住 程飞羽 你要知道 这个房子 我们两家各出一半 要离开 要离开也是你妹妹 你没有权利让我离开 男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打我 英子已经那么惨了 你就不能大肚一点吗 我气得肚子疼 连忙捂住肚子 往沙发走去 程飞羽看 我不对劲 想过来扶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 滚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男人歉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回了他妹妹待的 那个卧室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出来 小心翼翼地坐在我身边 南南 你肚子还疼吗 我们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我刚刚也在反思 是不是我想得太多 要是我发生这种事 我哥非砍了程飞羽不可 他们的行为虽然过于亲密 但好像也没干什么 应该是我怀孕太敏感了吧 程飞羽看我不说话 蹲在我身边 柔声说道 宝宝 你告诉妈妈 爸爸很担心她 我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行了 宝宝好着呢 你们以后把握好分寸就是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了 没想到晚上就啪啪打脸 晚饭 小姑子心情不好 没吃多少东西 给程飞羽心疼得不行 跟我小声说道 我怕英子想不通 只能打地铺睡在他旁边 南南 你不会介意的吧 我的脑子顿时就有点乱 老公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似乎只要我不同意 如果小姑子遭遇不测 所有责任都在我身上 看我不说话 老公直接默认同意 他快速去主卧打地铺 跟小姑子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中午就觉得好隔应 晚上居然还要睡一起 说好的分寸 他是一点都没有做到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慢慢走了过去 程飞羽你过来下 我们谈谈 男人疑惑地看向我 有什么直接说呗 英子又不是外人 我真不知道 他是傻还是在装傻 以为我不敢说出口吗 他们都这样了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冷哼一声 英子去住次卧吧 主卧床单被套 都是我跟你哥睡过的 感觉不太好 小姑子脸刷得一下红透了 委屈地说道 对不起嫂子 我不是故意的 程飞羽瞪了我一眼 男男 你这么大的人 怎么计较这些 睡一下怎么了 很好 现在成了我无理取闹 真是老娘不发威 当我是病猫 我淡淡说道 既然这样 我就把我哥叫过来 我们睡主卧 你们睡次卧 程飞羽的脸 立马黑透了 他冷冷说道 老婆你别无理取闹 英子特殊情况 你是嫂子 大度一点好不好 又是大度 他什么时候能站在 我是孕妇的角度 考虑一下 我靠在门上 悠悠说道 英子小月子 你该好好照顾 可我哥也担心 这么大肚子的我 程飞羽瞟了一眼 我的肚子 再看看柔弱的小姑子 你就一定要睡主哦 我死死地盯着他 你就非要跟他一起睡 男人转身扶着小姑子 英子 我们去刺卧柱 你放心 我肯定会照顾好你的 等修养好身体 我们就一起去找 袁勇算账 看着他们搀扶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我重新换了床单被套 躺在床上 还是不得进 拿起手机 给婆婆打了一个电话 让她过来照顾小姑子 男女有别 很多事还是不方便 婆婆来了 至少不用老公 在小姑子房间打地铺 说出去也不好听 婆婆根本不知道 小姑子流产 她让我别担心 明天就过来 我很想 让她把小姑子 接回家休养 但又觉得不太好 老公肯定也不会同意 希望婆婆过来 能约束一下他们 要是我肚子里没娃 早就闹开了 有了宝宝 不管做什么 总是束手束脚 半夜肚子饿 起来找吃的 我听到刺卧传来嬉笑声 小姑子可怜兮兮地说道 哥哥 我明天就离开 感觉嫂子很讨厌我 老公柔声说道 英子乖 我明天跟她好好谈一下 哥哥的家就是你的家 想待多久待多久 可是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们吵架 我会自责的 哎 你就是太好了 所有人都来欺负你 这话说的 我不让她睡主卧 就是欺负她了 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决定 明天跟她聊聊 突然就没了食欲 喝了杯牛奶 就逼自己睡觉 第二天清晨 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出门一看 婆婆正在厨房做饭 我小声说道 妈 你怎么来这么早 煮得什么呀 好香 婆婆笑着说道 老年人睡不着 就赶了最早那班车 我炖了鸽子汤 还熬了小米粥 等会就可以吃 好的 那我去喊他们起床 现在婆婆过来 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家里就两个房间 总不可能 婆婆跟我住 老公跟妹妹住吧 我走到四卧敲门 里面传来老公 不耐烦的声音 能不耐让我们睡个懒觉 大清早的敲敲敲 烦不烦呀 这还成了我的不对 我推开门 他们俩正躺在床上 抱在一起 说好的地铺 连铺都没铺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别给我说是正常的 两人被我吓了一跳 老公气愤地说道 孙南兴 你懂不懂礼貌 怎么能随便进别人房间呢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你们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都不要了 还谈什么礼貌 小姑子立马捂着肚子 小声说道 哥哥 我肚子疼 婆婆听到声音 从厨房跑了过来 老公脸上全是紧张的神色 英子 咱们去医院看看 身体最重要 我突然感觉 自己就是一个外人 小姑子躺在床上 可怜兮兮地说道 哥哥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程飞宇轻手轻脚地 给他盖好被子 我看得碍眼极了 婆婆在我身后小声说道 他们两兄妹从小关系就好 现在英子没了孩子 多关心一点也是正常的 我转头看向婆婆 妈 你实话告诉我 他们有没有血缘关系 婆婆的脸上 出现一丝慌张 你别想多了 她只是 见不得英子受委屈 委屈 是我给她的委屈吗 我冷冷说道 妈 如果她们再继续这样 那我就离婚吧 我成全你们一家子 好不好 婆婆拉住我的手 眼里都是自责 她又没做错什么事 不知道自责什么 我笑着说道 趁现在孩子没出生 就把这是办妥当 也别说我不大度 换谁都大度不起来 婆婆脸色非常难看 难难 这孩子怎么都要生下来 成飞雨 我等会就去教训她 你就放宽心养胎就行 我淡淡地摁了一声 实在不行 打掉得了 反正这样的家庭 生下来也是煎熬 慢慢走到餐桌边坐着 喝着补气血的鸽子汤 我知道这是专门给小姑子准备的 但我肚子里是成家的孩子 我就要喝 一边喝汤 一边听婆婆骂成飞语 昨天晚上叫婆婆过来 真是明智之举 等我吃得差不多 老公垂头丧气地从房间出来 成飞雨无奈地看着我 老婆 我以后跟婴子保持距离好不好 她这样子 好像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似的 我淡淡说道 不用委屈成这样 我们可以离婚 孩子做掉就是 虽然很伤身体 但我更不想让她 从小待在一个扭曲的家庭 老公恶狠狠地瞪着我 孙南星 你不要得寸进尺 都跟你说了 会保持距离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突然就觉得好委屈 这个男人以前从来不会大声跟我说话 对我也十分上心 自从小姑子回来后 态度就发生天差地别的改变 他们是不是认为 我绝对不会打掉孩子 也不会跟他离婚 我轻轻点着手指 程飞鱼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 你让我怎么想 现在孩子没生下来 就这样对我 男人朝我翻了一个白眼 脸上全是不耐烦的表情 别以为你肚子里有个孩子 就可以任意妄为 你要真去迎铲了 说不定以后都不能生 呵 他这是笃定 我不敢去打掉 我冷冷说道 你有没有听过 罪毒妇人心 真气急了 什么事干不出来 这家子 简直就是给脸不要脸 看清了他的态度 我直接回了主卧 现在我一个大肚子 不可能打得过他们一家子 只能求助老哥 简单给我哥说完前因后果 就听到有杯子碎裂的声音 他让我好好待着 他马上就过来 希望程飞鱼那小身板 能受得住我哥的招呼 谁还不是别人手心里的宝啊 一个多小时 我哥就风尘仆仆地进了屋 程飞鱼乖乖地端茶倒水 跟以前一样殷勤 婆婆在我身边小声说道 南南 我们自家的小事 叫你哥过来干什么 我小声在他耳边回道 你们不是不知道 兄妹怎么相处的吗 我哥专门过来教你们的 不让我哥过来 就一直让他们欺负我吗 我又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 忍了一天时间 我已经够给面子了 我哥轻轻瞟了程飞鱼一眼 接过他递来的茶 哗啦一声 直接泼在了他脸上 程飞鱼 你胆子大得很吗 连我妹妹都敢欺负 真当我们孙家没有人管 老公连连摇头 我没有欺负南南 爱他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欺负他 老哥直接一巴掌呼了过去 别以为不动手就是没欺负 精神伤害没听过吗 婆婆要的叫出声 赶紧跑过去 坐下来好好说嘛 别动手行吗 我哥淡淡说道 行呀 你先告诉我 他们有没有血缘关系 要是没有关系 睡意起对得起我妹妹吗 要是有关系 你们知道 这是违背道德伦理吗 婆婆跟老公相互对视一眼 刚想说什么 我床休息的小姑子 慢慢走了过来 程飞鱼连忙跑过去扶着她 小声说道 你出来干什么 万一没养好身体怎么办 我哥皱着眉 眼神里全是煞气 婆婆赶紧过去 拉开成飞鱼 自己扶着小姑子过来 小姑子梨花带雨地看着我哥 对不起孙哥哥 都是我不好 让嫂子这么难受 我也想不麻烦哥哥他们 可现在有家不能归 只能赖在这里 我跟哥对视一眼 这个女人居然还打我哥的主意 该不会 这两天骚操作的目的 就是让我哥过来帮他忙吧 他觉得 我受不了 就会喊我哥过来 然后让我哥去解决 他跟他老公的矛盾 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 我哥朝我招招手 让我坐在他的旁边 他淡淡说道 我只有一个妹妹 以后别乱喊我哥 你们现在拿个方案出来 否则 我就直接动手了 不愧是我哥 就是硬气 我赶紧给他倒了杯茶 让他润润喉 小姑子眼泪刷得一下冒了出来 委屈巴巴地说道 对不起孙先生 我现在就出去 再也不会打扰嫂子 跟我哥哥的生活 瞬间 我的老公跑到他身边 轻轻把他搂在怀里 不停地安慰他 我跟哥大眼瞪小眼 婆婆连忙拉开小姑子 让他坐在另一个沙发上 他心虚地说道 他们从小关系就好 你们别介意 我哥疑惑地说道 我又不是没有妹妹 我们更不是傻子 你们这样的态度 我是不可能帮忙的 我要是他老公 肯定也会选择离婚 小姑子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能感觉到 这次不是装的 老公的脸黑得难看至极 要不是说话的是我哥 我敢保证他会揍人 婆婆尴尬地说道 孙先生 都是我没教好他们 你要骂就骂我 我哥认同地点点头 你老人家的确没教好 这个责任你想赖都赖不掉 哈哈 有哥的感觉真爽 这两天的委屈一扫而光 我崇拜地看着我哥 小声说道 有没有人对你说过 你对人的时候特别帅 他无语地看着我 你以前说过 我帮你做小混混的时候 我傻傻地笑了出来 他揉揉我的脑袋 有我在 没人能欺负你 我赶紧给他把茶满上 这样的哥 他配 他转头看向婆婆 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 也不管你们怎么去跟袁永谈 现在要么你们搬出去 要么他搬出去 我哥轻飘飘地指了指小姑子 成家人的脸 瞬间黑成锅底 婆婆小声说道 我们现在就让袁永过来 带英子回去 等一下还请孙先生帮忙坐镇 我转头看向我哥 他朝我眨眨眼 我可不管你们那乱七八糟的事 今天不把事情办好 你们都必须离开这里 那三人相互对视一眼 去赐我商量对策 我狗腿地给哥端茶 倒水洗水果 他瞪了我一眼 沉声说道 过来 坐下 六个月了 还敢蹦蹦跳跳 我乖乖地地坐了过去 嘟囔着嘴说道 宝宝 你看舅舅好凶 出来哭给他看好不好 我哥哈哈笑出声 然后认真说道 小妹 不管结果如何 绝不能打掉孩子 大不了 我给他重新找个 有责任感的爸爸 我一口老血 差点吐了出来 果然这样的关系 才是正常的兄妹关系 十几分钟后 那三人从房间出来 我老公的脸黑得不成样 他的心情应该非常糟糕 婆婆笑着说道 孙先生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吧 我现在就去准备食材 老哥随意地点点头 几十年的默契 一看就知道他想看戏 婆婆看到我哥点头 兴奋地朝厨房走去 老公坐在旁边 战战兢兢兢地陪着我哥说话 小姑子时不时地对着我哥 按送秋波 这把我恶心吐了 我小声在他耳边说道 你要看上他这么个玩意 我绝对让爸打死你 他轻笑出声 你还不放新歌 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我白了他一眼 想喝热牛奶 不想动 老公快速站起身子 哒哒哒地跑去热牛奶 有个哥哥真好用 无聊地等了一个多小时 门铃响了起来 小姑子瞬间紧张起来 老公搓搓手去开门 袁勇进来后 看到我哥愣了一下 孙队怎么在这 老哥淡定地点点头 小妹叫我过来的 嗯 好像的确是我叫她过来的 袁勇笑着说道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单独请你出去吃顿饭 我哥挥挥手 等一下就能一起吃饭呀 你还是赶紧干正事吧 小姑子柔弱地扑进袁勇怀里 老公 你是来接我回去的吧 袁勇推开他 冷冷笑道 我只是过来给你们说清楚情况 不然还觉得 我欺负一个弱女子 我八卦的小耳朵 立马竖了起来 小姑子的脸 像熟透的苹果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袁勇 我老公冲了过去 大声吼道 你什么意思 得到就不珍惜是不是 怎么能这么对我妹妹 老哥淡淡说道 别激动 先听袁勇说清楚怎么回事 我瞪了一眼那不争气的老公 袁勇叹了口气 悠悠说道 他不是不小心流产的 是故意去打掉的 砰的一声 婆婆手上的锅铲 掉在地上 老公满脸都是不可置信 只有我哥一脸淡然 也是 这些他都司空见惯 小姑子瘫在地上 抱住他老公的大腿 阴阴阴地哭了起来 他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跟袁勇 一直生活下去 我听得云里雾里 难道要打了孩子 才能在一起 老哥用手戳了一下 我的小脑袋 然后我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 反正等下就能揭开谜底 我现在怎么能不懂 袁勇冷笑起来 大声吼道 你想跟我好好过 那为什么要去外面鬼混 你对得起我吗 啥 我用手指掏了一下耳朵 小声问我哥 刚刚说啥了 我好像幻听了 老哥根本不理我 继续在旁边看戏 我老公一拳头挥了过去 袁勇一把接住 冷冷说道 我只是说实话而已 你们不信 可以亲自问他 小姑子哇哇大哭起来 嘴里不停念道 不 我没有 我不是 那可怜的小母样 把我老公心痛惨了 程飞宇柔声说道 英子 你去旁边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我的妹子 怎么能让别人欺负去 小姑子连连摇头 哥 你们打架 不管谁挨打 我都会心疼的 我坐在旁边 恶寒不已 小声跟哥说道 要是以后 我像他那样的话 记得给我两巴掌拍醒 老哥挑了我一眼 放心 到时我直接拍死你这个脑子 有问题的 呸 得找机会让我爸做他一顿 居然想拍死我 婆婆从旁边冲了过来 都别激动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两人相互对看一眼 冷哼一声 各自找地方坐下 小姑子愣了一下 也停止了哭泣 袁勇搬了张小凳子 坐在我哥附近 重重地叹口气 孙队 我心里苦呀 要是不说清楚 你们都觉得 我欺负英子 可真要说出来 我头发 尖尖都是绿的 我睁大双眼 死死地瞪着老公 要是小姑子的肚子 跟他有关 我就打死他 程飞鱼使劲摇头 他恶狠狠地说道 不可能 英子那么乖 怎么可能 你想离婚就离 别胡乱找借口 我是他哥 我可以养他一辈子 我冷冷地看着他 这样的东西 不了结了 留着过年吗 老哥揉着我的脑袋 乖 想做什么 哥都支持你 哎呀 我哥真好 可惜是个老光棍 我得加油 给他找个好嫂子 婆婆看了一眼小姑子 然后柔声说道 小袁 夫妻哪有隔夜愁 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袁勇哭丧着脸 只要他以后保证不乱来 我也忍着跟他好好过 可他打胎伤了身体 现在根本生不了孩子 我凭什么要用段子绝孙 来给他乱来买单 我在旁边听着 都开始同情这个男人了 这也太惨了 小姑子也太猛了 平时看他柔柔弱弱的 没想到胆子这么大 我转头看向老哥 别乱帮忙 他挑挑眉 当然 小姑子大声哭出来 永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心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我们去找老中医 说不定调养几个月 就能给你生儿子 袁勇摇摇头 不可能的 我看到你 满脑子都是你背叛我的画面 如果你一直待在我身边 我会疯的 老公呆呆地坐在一边 整个人都处于呆滞状态 婆婆轻轻给了小姑子一巴掌 愤怒地说道 小圆 都是我这个老婆子没教好她 可是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扔就能扔吗 现在科技多发达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请代孕 小姑子眼前一亮 大声说道 对对对 勇哥 我们去国外请代孕 袁勇哈哈笑了起来 你哥不是说 可以养你一辈子吗 求你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淡淡说了一句 就他那几千块 也只够养婴子 那我也给他捡减负 帮孩子重新找个爸 婆婆走到我哥面前 孙先生 你能不能帮忙说和一下 我们家不能散了 我哥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我可管不了 你应该去找 你闺女的相好负责 小姑子在旁边哭得伤心极了 孙先生 你就帮帮我吧 只要我跟勇哥回去 就没人爱嫂子的眼 老公轻哼一声 哥 只要你这次能帮我们 我保证 以后会对男男百依百顺 所有人的都盯着老哥 我使劲朝他眨眼 不知道他看懂其中深意没有 我哥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笑着说道 这是谁都帮不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你们实在调解不了 可以去法院 他刚说完 成家人脸都垮了 老公死死地盯着我 好像是因为我 老哥才会不同意的 也不想想 我哥又不是七行霸士之人 怎么可能不顾别人意愿 让人家领人回去 我看着他的眼睛 认真说道 成飞鱼 等会我们也去把证领了 以前是我眼下活该 以后你们两兄妹 就好好过日子吧 都到这里了 我很想知道 你们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当着我的面包 一起睡觉 还想利用我哥 真是够了 他脸刷得一下气红了 不可能 你肚子里有我的肿 怎么可能离婚 老哥喷的一声 手掌拍在茶几上 现在就说 他们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小姑子梨花带雨地 看着我哥 我们肯定是亲生的呀 关系好犯法吗 我们从小关系就好 你们羡慕不来的 我把目光转向婆婆 这是她最清楚 婆婆善善说道 他们的确不是亲兄妹 但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们从来没有给英子说过 怕她伤心 我转头看向老公 你一直都知道 英子并不是你亲妹妹对吗 男人低下了头 根本不敢跟我对视 我抓起前面的茶杯 朝她扔了过去 阿的一声惨叫 杯子砸到了她的手臂 她痛得蹲了下去 婆婆跑过去 仔细检查伤口 她哭着说道 你怎么这么狠心 这是你丈夫呀 我冷冷说道 以前是 以后一定不是 一点分寸都没有 你教的什么儿子 婆婆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 小姑子满脸震惊 妈 你刚刚是说笑的吧 我们怎么可能 没有血缘关系 你们对我这么好 甚至比对哥哥还好 袁勇站起来 一拳头砸向成飞鱼 妈的 老子就说不对劲 挂羊头卖狗肉是不是 你真特么不要脸 要不是担心肚子的宝宝 我也会过去揍她一顿 婆婆直接拦在成飞鱼的面前 我们真的从小把鹰子 当亲生的养 并没有任何愉悦 你要打就先打死我吧 反正我老太婆活够了 老哥转头看向我 小妹 你来决定离不离婚 想怎么做 我都支持你 爸妈那边 我帮你扛着 我扑进她的怀里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都怪自己以前眼瞎 离 马上离 我现在看到 她就恶心地想吐 袁勇在旁边说道 正好孙先生在这 我们就一起 去把离婚证办了 得 成家好不容易找过来的帮手 却成了我们离婚的一大助力 婆婆听到离婚 直接赖在地上不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 兄妹关系好也不行吗 你们想离婚 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没想到婆婆还有这技能 太恐怖了 我扭头看着老哥 他对付这种闹事的 应该驾轻就熟吧 他倾咳一声 淡淡说道 你再这样 我就报警了 建议你先好好把儿女交好 再放出来找对象 别祸害其他人 我认真说道 阿姨 这样也挺好 英子跟程飞宇在一起得了 正好他们关系好 谁也别嫌弃谁 老哥和袁勇 直接鼓起了掌 还认真地点点头 英子紧紧抱住袁勇的大腿 老公 我不离婚 我喜欢的是你啊 袁勇冷哼一声说道 不 你喜欢的人太多 我承受不起 还是让你哥 来享受这种生活吧 婆婆哭着对我说道 南南 你怎么能让孩子 没有爸爸呢 我保证 让他以后都听你的 不要离婚好不好 我摸着肚子说道 请你放心 我会给他找一个负责任的好爸爸 你们现在听我的 把婚离了 让英子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吧 程飞宇突然跑了过来 南南 你相信我 这辈子我就只有你一个女人 只对你一个人好 我从来没有乱来过 老哥瞥了他一眼 别在我面前耍大刀 你从小到大的信息 我可是清楚得很 男人立马住嘴 转头看着他妈 他的资料 老哥当时还让我仔细看 我沉迷于爱情 根本没有当回事 我哥说完这句话 程飞宇啥也没说 乖乖地拿资料去离婚 婆婆堵在门口 大声喊道 想离婚可以 净身出户 房子家具都是我们的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啥也不管 一分钱也不会给 这个房子 当初我家出了五十万 我们才结婚两年 这样算下来 我一年给他们成家二十五万 呸 长得不咋地 想得倒挺美 我哥淡淡说道 当初出的钱都一样多 卖了两家一人一半 要是不同意 就别怪我用非正常手段 婆婆瞬间捏了 转头看向袁勇 英子跟了你三年 青春补偿费一百万不算多吧 不给 我们弄死不离婚 袁勇拿出手机 里面是小姑子 跟不同男人的照片 这些证据还不够吗 我还有很多视频 你们要不要看 没把彩礼要回来 都算我仁慈 英子连忙跑过来 勇哥 你不是说不会 把这些拿出来吗 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程飞宇直接呆住 整个人就像没有灵魂的傀儡 婆婆还想要钱 被英子死死地拉住 能看出来 她还想要脸 就这样 成家两队 一次离完 民政局办手续的小姑娘 联系地看着我的大肚子 不停地劝我不要离婚 就算为了孩子 也得忍忍 她小声问道 是不是有家庭暴力 我们可以帮忙调解 我摇摇头 她找到了喜欢的人 我给她同位置 英子在旁边 不停地哭哭哭 四周群众 鄙夷地看袁勇 哎 他们只同情 看起来是弱者的人 拿到离婚证后 成家拿不出五十万 我嫌那个房子太隔应人 直接扔去中介卖 袁勇拿到证后 特地过来感谢我们 今天要不是有你们在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喊我 我哥拍拍他的肩膀 没事 举手之劳 随后 老哥喊了几个同事 一起帮我把东西搬回了家 我爸拉着老哥 去楼顶交流感情 妈妈帮我整理衣物 我扶着大肚子 招呼那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去旁边的火锅店吃饭 我走在最前面 后面跟着七八个壮汉 直接成了这条街 惹不起的存在 四周的小姑娘 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这感觉真不赖 果然 还是这样的身材 才有安全感 我眼睛一转 开始扒我哥的八卦 哎 最近我哥早出晚归 好像谈对象了 也不知道哪个姐姐 我认不认识 坐我旁边的那个小可爱 一脸惊讶地说到 孙哥最近好像就跟徐姐 走得近一点 难道他们谈朋友了 你们别说男才女貌还挺配的 我睁大双眼看着他 真是一个可爱的单纯小朋友 他们有没有单独一起约会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妈能抱上大孙子 小可爱眨眨眨眼 孙哥不让我们说 没想到我哥还有这个预知能力 一点也不好玩 小可爱看我不开心 就给我白老哥上班的趣事 我看了他一眼 不错 挺有眼力见的 在愉快的氛围中吃完饭 小可爱说 以后要给我分享我哥的趣事 让我加他一个微信 我看了他一眼 加上了他 那个徐姐的照片 记得发我一张 小可爱乖乖点头 保证完成任务 一群人把我安全送回家才离开 打开门一看 老哥的脸 肿得跟个猪头似的 我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忧愿地看着我 小妹 我从小挨揍 哪次不是因为你 听他这么说 突然感觉真相了 我赶紧拿出急救箱 帮他处理伤口 老爸走过来 不懈地说道 他这么大的人 自己会处理伤口 你跟我过来 老哥给了我一个 自求多福的表情 我慢腾腾地跟在老爸身后 脑子里全是等会 怎么求饶的方案 来到楼顶 微风徐徐 心情好了很多 老爸严肃地说道 离婚这种大事 为什么不跟父母商量一下 我的闺女在外面受了欺负 当父亲的 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了眼郁闷不已的老爸 摸着肚子说道 哥说这点小事 他一个人就可以 你们年纪太大 不能折腾 你别怪哥 他也是为你们着想 主要是成家人嘴脸太难看 我怕他把人揍残 那就更难脱身 老爸脸黑成叹 算了 好好在家养胎 其他的事你不用管 他气呼呼地离开家 希望成家没事吧 过了两天 老哥问我 要不要听成家人的近况 看他那八卦样 我就知道肯定很精彩 听 仔细给我说说 最好一个字也不要了 老哥从包里摸出一堆照片 开始看图说话 你们离婚后 那三人回去就吵架 成飞宇心疼英子 非要跟他结婚 不在乎世俗的眼光 你前婆婆直接撞墙 不允许他们在一起 因为英子不能生 成家不能没有后 我赶紧喝口水压压惊 没想到前夫对英子 爱得这么深沉 亲眼看到那些照片 依旧愿意要他 既然这么爱 当初为什么不在一起 还有前婆婆 当初还对袁勇说 可以中医调养 可以代孕 怎么到了成家 就打死不行呢 不是说对小英比亲女儿还亲吗 这点就忍不了 老哥看了我一眼 悠悠说道 放心 那个老太婆还没死 到处托人给英子找对象 对外宣称 只要二十万彩礼 这必须得喝 两口水才能压惊 这也可以 这不是坑人吗 感情不是比亲生还好吗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没想到前婆婆这么狠 还好我跑得快 养了几十年的闺女 都这么对待她 我肯定会更惨 老哥倾笑说道 英子被锁在刺卧 你前夫正在绝食抗议呢 你屁都不算 别人这才是真爱 懂不 臭丫头 你要是听我的 怎么可能嫁给她 我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当时脑子不行呀 她揉揉我的脑袋 好了 以后乖乖听话 有什么事 哥给你挡着 后面这两个月 小可爱时不时地 给我发老哥的八卦 打发时间 在小可爱帮忙下 徐姐还到家里 吃了顿便饭 长得很漂亮 人也落落大方 我跟父母都十分喜欢 就是不知道 我哥怎么想的 在我挺着八个月的 大肚子时 我哥突然给我 打了个电话 小妹 程飞宇在过来 找你的路上 我让宋佳熙 过来帮你哈 我赶紧起身 进入战斗状态 哥 你放心 这次绝对 不会丢你的脸 这人过来 肯定没好事 老哥老爸 都在上班 老妈也扛不住 宋佳熙 就是那个小可爱 现在混得很熟 过来帮个忙 也没啥 十分钟不到 宋佳熙 就过来敲门 我刚给小可爱 倒了杯水喝 程飞宇就过来了 他整个人 非常憔悴 短短两个月没见 看起来老了 十岁不止 我挽着宋佳熙的手 笑着说道 程先生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程飞宇死死 盯着我们牵着的手 孙南星 知道你肯定 还爱着我 这个男人 是你找来的托吧 我们复婚好不好 我以后只对你好 这男人真不要脸 我刚想对他 身边的小可爱说话了 这位先生 你来晚了 南南宝贝 已经是我的人 如果你想武力解决 我随时奉陪到底 宋佳熙挽起他的T恤 露出他强壮的 公二投机 程飞宇一脸悲愤说道 南南 你不是说 这辈子最爱我吗 你只是想弃我 对吗 我嘲讽地看着他 女人说的话你也信 听说英子 被你们强架 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 你为什么不继续绝食 多人几天 你妈肯定会妥协的 宋佳熙痴笑着说道 你们家都那么狠 我宝贝怎么可能 跟你回狼窝 我可舍不得 他受一丁点伤 程飞宇弯下了腰 小声说道 南南 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我从始至终 只把他当作妹妹 当初跟他抱在一起 也只是想让你哥 过来帮忙 我呸 真当我是傻子呀 我长了眼睛的好吧 程飞宇 你真恶心 以前我脑子有病 才会看上你 现在我有加息 你一个手指头 都比不上他 温馨提示 他的战斗力 比我哥还厉害 他也是 我哥的同事 你可能只经得起 他两巴掌 小可爱 把我搂在怀里 笑着说道 最好别让我看到你 这次就算了 下次我肯定不客气 一个连工作 都没有的男人 要什么爱情 这不是害别人吗 我轻轻在 宋佳熙脸蛋上 亲了一口 宝贝乖 跟这种人 稚气不划算 程飞宇磨蹭了半天 灰溜溜地离开 关了门 宋佳熙轻轻 把我搂在怀里 楠楠 我想当你一辈子的宝贝 我摸摸他的脑门 乖 咱不说胡话 你才22岁 没必要上赶着 当别人继父 宋佳熙拽住我的手 别乱说 他就是我亲儿子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你哥还可以随时关注 我的一举一动 保证不会让你难过一分一毫 我看着他认真的双眼 笑着说道 程飞宇是我亲自选的 下一任 打算让我父母 还有哥哥 选个靠谱的 要是他们全都同意 你再来找我吧 男人眼前一亮 整个人充满了干劲 我撇撇嘴 孩子太小 是时候让他知道 社会的险恶 我以为宋佳熙肯定不会成功 他前面的绊脚石 可不是一点点地多 结果在我挺着十个月大肚子的时候 被父母和哥哥压着去民政局办结婚手续 宋佳熙笑得一脸灿烂 男男 咱们过段时间再办婚宴 我跟爸妈都把场地看好了 我转头看向老哥 他是不是会魔法 为什么你们都变了 老妈揉揉我的小脑袋 小声说道 宝贝 我们能看出来 他是真心的 他签了合约 以后要是变心 你哥会亲手打断他第三条腿 咦 听起来还不错 安全感满满的 老哥也在旁边不停地说着宋佳熙的好话 我脑子一晕同意了 等我孩子快一岁的时候 老哥偷偷告诉我 你前小姑子嫁的那个大叔 天天对他家暴 他想办法逃出来后 把前婆婆给砍死了 前小姑子进了监狱 前夫直接吓傻 现在正四处飘荡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您的